毕竟有我夜里受的罪 这些根本都不算什么 一趟夜里 王晴的简直不是人 那是秦圣 怎么会去行死 奴婢不是行死 是 失足 奴婢只是失足 失足落水的人会叫救命 你却无声无息 宫女自强是重罪 也会连累家人 你还有丈夫王晴呢 要是我死了 能多少王晴一直下地狱 我一定会 我 舞房的叫声果真是你啊 从我们拍给王晴那天起 我的日子就完了 白天是皇后跟倩德脸的打工理 是副总管太监的情话 看着有脸面 可是背后却不知道 怎么被人变白惊慌 阿若说的话 本宫替他向你谢罪 他也受了教训 早也不敢了 毕竟我夜里受的罪 这些根本都不算什么 一趟夜里 王亲的简直不是人 那是琴盛 他打的 他气质打我 难掉我 难尘诈诈我 百般羞辱我 他这般对你 为何要向皇后娘娘求求你 因为他需要一个女人 一个白天可以给他体面 晚上可以认他折磨的女人 清妃娘娘 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我日子本熬过来的吗 你为何不禀告皇后娘娘 没有的 皇后娘娘把我嫁给王亲 就是为了探知皇上的心意 给自己保障 因为二二个铺路 为了让我保恩听话 是皇后母家的人在照顾我姑娘爱的弟弟妹妹 如果皇后娘娘知道我和王亲是这般相处 他怎样和王亲死祸脸穿上为婚救我 我一个奴婢算什么 他根本不会把我 我只在活不下去了 不能死枪 十足落水总可以吧 我一死 谁也不能为难我弟弟妹妹了 可是连心 你要是一死 皇后母家觉得你家人无用 或许就不会再照顾了 王亲要是恼羞沉怒 也未必会放了你的家人 我只是一个宫女 能有什么办法 本宫帮你 本宫帮你 父亲多谢贤妃娘娘 只是凡事都要等个时机 你且忍着跟往常一样过日子 等时机到了 事情自然就成了 多谢贤妃娘娘 奴婢若冬拖的苦海 一定难性命报答 主 奴婢特地挑了一件 和连心功能兼致 穿着相似的衣裳 换上干净衣服 跟没事人一样 回长城宫去 父亲多谢贤妃娘娘